今天来了一个小碎Mate 30 Pro 咱们用这个新机器 咱们测试一下 看看这个新机器到底好不好用 这个能来回动 看看这个机器到底怎么样 整体外观看着还是不错的 我先把这个屏幕进行打磨 把这个表面打磨了以后 贴上刚号码 进行打磨 简单简单打一下 这个 这个打磨 这个打磨 贴上一个拆丁膜 然后咱们贴上刚号码了以后 测试一下吸力 这是传统那个老链 吸不住 吸不住 然后咱们用那个新机器测一下 拿不掉 非常结实 吸的是非常结实 看到没有 把这个气泡已经关掉了 吸的还是这么结实 特别结实 然后咱们进行把这个框拆掉 有一个这个 OK 咱们把这个放在这 放好了以后 咱们开始 看这个方便那个打水 这个 比如说咱们这样分 是不是 这边可以可以放水 然后咱们反过来 这样 这边也可以放水 让这个 让这个酒精 快速地流到这个屏幕的这个 刷面胶里边 把它固定好 打开锡盘 加热一会 然后这两边 用这个刀片 刷两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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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两刀就OK了 加热一会 赶紧没问题 加热都到位了 多加热一会 都到位以后 开始往上游 一定是要 一点点两 别刀击 稍微低一点酒精就行了 在缝隙里边的低一点酒精 然后抓一个小刷刀片 轻轻的就划一下 然后开了一边了 咱们到这边 一边扭一边划 因为你要是直接使劲扭的话 有使劲划的话划不过去 就一边扭一边划 OK 这就开了 这就OK了 放锁了 它哪里都没有问题 太烫了 太烫了 OK 这个就完整的拆下来的 就这么简单 然后咱们就是放在这个夹热台上面 处理这两门的黑胶 这个吸力吸的是非常结实 可以咱们开完口以后 就直接用包丝 在这开口的地方 就把我们分开 就用黑了 下辈子一听 还能遇见你 总已无闻真心 难道而易 还能担心 就俩 感情 都要遇见你 小心的耳璷 还能弄掉你 一简单无敬 情来与你 小心的耳璷 小心的耳璷 还能飢掉你 一简单无敬 请耳璷 小心的耳璷 还能飢掉你 一简单无敬 OK 一个Mate 30 Pro 就干完了 然后剩下就是青椒贴合 这个老铁们都灰了 这就不就不往下演示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盖板 用这个老式机器吸 看怎么样 看不见拿不掉 拿不掉 OK 就到这儿了